用一个愿望 点亮一盏光 让它把未来都照亮 天天的星光 温暖的海洋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昨日的泪光 已经当忘 伤心的过往 我会陪在你身旁 度过每一个晚上 用尽我的权利 给你最美的星光 我会陪在你身旁 实现所有的梦想 明天你会看见 游到最美的彩虹 为你绽放 这童节是做什么的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妈 你到底是来干吗的呀 都闹我这么大新闻了 这不担心你吗 你爸就让我过来看看 我真的没事 妈 没事还喝这么多酒 你童节到底什么情况 你倒是跟我说说呀 快快快 妈 我好累啊 我想休息一会儿 你要休息你回房间睡啊 听见没有 你这胳膊怎么了 没事 我刚才不小心擦了一下 你不用担心啊 妈 我真的很累 我想 我想先睡会儿 好好好 今天我就不盘问你了 改天你自己回去跟我交点清楚啊 知道了 放心吧 那你自己回去当一点啊 嗯 我把东西收拾了给你放冰箱我就走 我跟你说别老吃泡面啊 知道了 好 再见 你没长眼睛啊 你是故意的吧 我是来看看传说中那个 神龙见首不见我的巨证的国际总裁 我真的是认真 你干嘛不相信我啊 你没放我 没放我 你只是爱着最美的我 你 相信我啊 我都不在习惯 你都会睡 我都不拥挤我的权利 给你最美的习惯 我都不在习惯 我都不拥挤我的权利 欢迎收看今天的婚姻班主任 我是夏蕊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如果双方都离过婚 他们组成的家庭会幸福吗 我才不要看得及 给你增加收拾的 嗯 糟了 我能洗掉的 老板 哦 您好 您看一下这件衣服能洗掉吗 这是什么弄的啊 这个是泡面汤 哦 这件衣服的面料挺不错的 是定制的吗 您也太不小心了 定制的 不会吧 一个厨师这么奢侈 老板 这件衣服呢 千万要帮我洗干净啊 好好好 这么好的衣服 当然要洗干净了 你放心吧 嗯 顾经理 嗯 已经有一周了 超市这块地 有新的进展吗 哦 正跟那几户谈着呢 其中有两家已经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好 要注意进度 嗯 震宇啊 嗯 超市设计方案 你要给我盯着 好 没问题 这次已经裁掉了这么多人 大家已经怨胜载道了 再这样下去恐怕 我可听说 很多人拍手成快 怎么可能 一定是谣传 佟总 人少了 我们这边工作不好开展啊 林主管 您那么喜欢你的员工 你们之间 是不是有很多我不知道的 那倒没有 我觉得这个方案可以 来 进来 蔡总 梁青啊 来来来 梁青啊 下周期 你就复职吧 真的 谢谢蔡总 不过 我们决定 让夏蕊 跟你共同组织婚姻办主任 啊 蔡总 这 夏蕊这几期表现得很好啊 保生建议 让她当副办主任 你来当正办主任 我觉得这个提议很好 在这个节目里 你们俩可以 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相信 一定会有很好的 点击率 哦 还有吧 哎 哦 宝山 周末两期录播节目 暂时还是由夏蕊单独主持 嗯 嗯 亮星啊 我呢 再交给你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什么任务啊 夜时这个节目你知道的是吧 这个节目呢是深夜的美食节目 很有意思的 我当然知道了 这个节目有意思到 点击率几乎为零 蔡总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让夏蕊跟我一起主持婚姻班主任 这档节目如果没有我 点击率它不会这么高 而且你要把周末两档点击率最好的节目交给她主持 夏蕊她又没有经验 如果把这档节目做咋怎么办 你不要激动嘛 你对公司的贡献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公司也要培养新人嘛 夏蕊虚心好学 你多教教她 她不就有经验了吗 对呀 良心姐 我一定会好好向你学习的 你都可以单独主持节目了 还有什么我需要教你的吗 哎哎哎 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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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先别着急啊 哎 蔡总 我先和良心出去说说话 啊 有什么好说的 哎 走啊走啊 你给我进来 亏我把你当市长那么尊敬 你居然在背后捅我一当 我说你良心 你现在要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如果不是我挺你 你连和她共同主持的机会都没有 知道不知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就不能忍一忍 等过了这段时间 你再把节目抢回来不就好了 你现在胡来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现在公司没有人为你说话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呀 就是太不会交集了 除了主持节目 你平时和其他人从来都不打交道 你对自己要求严格没有问题 可你对其他人都要求严格 有时候一点情面都不留 你什么时候把人得罪了 你都不知道 其实啊 我认为让你去主持夜食这个节目呢 对你来说是件很好的事 你平时不是对美食很感兴趣吗 把一个本来就很红的节目做得更红 这不算什么本事 而把一个濒临死亡的节目 起死回生 才算是真本事 才是能够证明你自己的机会 那个节目 观众只只有一百个 我需要跟那一百个观众 去证明我自己吗 有意义吗 是 现在是一百个观众 以后呢 有可能是成千上万的观众 罗马是一日建成的吗 给我好好想想吧 我这两天啊 真是倒霉透顶了 我也觉得 你要不要去尿里拜一拜啊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他 自从我们遇到他之后呢 就没好事发生 人气简直是急转之下的 惨不忍睹 好了好了 不说这番行事 我一会儿呢还要去趟医院 你去医院干什么 身体不舒服啊 我去看看刘晓月 跳楼那个 嗯 你疯了 你去找他干什么呀 我打探过了 这两天呢 医院没有媒体 这个疯瑜 都把你害成这样了 你还去看他 其实他也挺可怜的 我想过去 劝劝他 让他早点醒过来 说不定呢 还能还我清白 你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刘晓月在哪个病房 哦 往那个方向就可以看到了 谢谢 再见 你还好吧 大家都说你是被我害的 我一开始 我这么觉得 现在说我的人多了 我反而觉得 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总之现在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 生命多宝贵啊 只有好好活着 才能去爱 才能好好享受被案 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 你一定要快点醒过来 西郊三号地的开发 已经退上日程了 西郊三号地 这可是个硬骨头 陈俊敏胆胆子够大的 那 下来付出和收益 是成正比的 那 这么大的项目 一定是 顾总负责了 这很难说 钱总啊 你也知道佟总他的为人 所以说谁负责 现在很难说 顾总是聚政的元老 又是佟俊敏的清旧 顾总不亲自输吗 这事怎么能办得成呢 钱总啊 您可真会开玩笑 顾总辛苦了 小小表示 不曾敬意 钱总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武功可不受勿啊 钱某人这么多年来 长蒙顾总照顾 以后还得继续仰仗 你要是不收下 就是瞧不起钱飞了 钱总言中了 既然钱总 这么好说 我也就不推辞了 来来来 以茶当酒 敬你一杯 请问先日荧草神 先生不能进 不能进去 先生不能进去 先生不能进去 您好 让开 大叔你 你们要干什么 您干嘛的 您好 请问您是 我是飞腾集团的前飞 佟俊明在吗 我要见他 钱总好 我们总总现在正在会议中 恐怕不能立刻出文件 而且我们公司有规定 要见佟总的人 要提前预约 请问你有预约吗 开什么玩笑 预约 你去告诉佟俊明 就跟我来了 还是很抱歉 但我今天预约都已经满了 恐怕您要白跑一趟 小姑娘 你没有资格跟我这么说话 我最后说一遍 叫佟俊明出来 不然的话 我可要自己进去了 请你自证 以后 从这保安室 让廖也带人过来 有人要硬床所才办公室 小姑娘 你真的是不知道天高地高吗 方秘书 副总 出什么事了 副总 有人要硬床总裁办公室 什么人 钱总啊 刚才有员工跟我说 前台有人大吵大闹 我还以为什么人呢 没想到是钱总 您别介意 他们也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 方秘书 带钱总去佟总办公室 以钱总的身份可以特殊对待 钱总 请 请 我去找佟总 你先去应付应付他 好 好 那我过去吧 佟总 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秦总 你这么兴师动众的 不会是 只是为了见我一面吧 我知道 佟总最近有个大项目 忙得很 所以没时间见我们这种小人物 理解 我们剧镇 每天都在做大项目 不知道钱总说的是 哪一个大项目 名人不说暗话 西郊三号地 只是我看上的项目 西郊三号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能力 把他吃下来 如果佟总愿意放弃这块第一 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谈谈条件的 条件 什么条件 任何条件 任何条件 我要你飞腾百分之五十的股 你不要太过分了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 以你飞腾现在的条件 无法满足我们剧镇 任何 同居民 你这个话是不是说得太早了 若不是你 惧怕我剧镇 何必 亲自来跟我谈谈 你不敢跟我正面竞争 也就是说 你没有能力 吃下西郊三号地酒香 我同居民 做事已想光明 从来不会废后搞 是书是赢 我心服口 龙俊明 你是软硬不吃 行 别怪我没有给你提过行 我们的事 让你这么机会 一路 就不要 我毕竟长了 你不必要 那是你不必要 我会更加 你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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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秘书 你今天让我印象深刻 您的文件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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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秘书啊 谁签的 向他道歉 你干什么 向他道歉 我凭什么向他道歉 凭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向他道歉 你休想离开这儿 怎么了 顾总 还想打我 是不是 你以为我不敢 谁也不敢 顾总 顾总 是我自己不小心的 真的 真是我 听到了吗 顾总 是方秘书她自己不小心的 算了 走 走 徐大夫 快 给方秘看一看 顾总她怎么了 她的手臂车门架伤了 您看看她骨头有没有事 好 好 放松 对了 放松 骨头没事 就是一般的皮外伤 我给她包扎一下 您确定吗 不用去医院吗 不用 你看我都说没事吧 你非这么大张旗鼓的 你找公司的人一天 你又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怕被你的童总看见 我是振宇啊 你怎么跑这儿发呆来了 我找你很久了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事啊 听说飞腾集团那个 钱总过来了 他过来有什么事 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谁知道我们的西郊三号地呢 有项目 是为了 那童总什么意思啊 当然志在彼得 钱飞这次蹦得越高 甩得越惨 这样啊 爸 你怎么突然对这事感兴趣了 我这不是看着有危机 希望能帮到点什么忙吗 爸 您别添乱就行了 有有有 你看你啊 你平时开会 向着那个童俊明就算了 你现在跟老爸这么说话 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 我当然是您的儿子 但是咱们何俊明 都是一家人 您更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我们父子来应该尽全力 帮助他才对呀 我凭什么帮他呀 凭你的能力 人品 哪一点 不比那个童俊明 臭小子强啊 要是集团在你手上 肯定好过现在一百倍 爸 爸 爸 以后这种事情 千万别再开玩笑了啊 让别人听见影响不好 我没开玩笑 我说的不对吗 好好好 爸 您说的都对 但是这件事 您千万不能迎来 这还用你交啊 我心里有数 走了 今儿回家吃饭啊 我弄了几个好菜 我今晚要加班 我就不回去了吧 童俊明给你多少钱啊 你那么批评 方美姐 你没事吧 这前妃太可恶了 还好顾总英雄 就没有把他 很好教训里头 不然真意我们俱证人 好欺负 就是说呀 顾总实在太帅了 一把扎住前妃的领子 让他道歉 简直就是男神啊 行了 我没事了 你们都去忙吧 嗯 我 喂 梁欣 梁欣 嗯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 我 我是你的超级大粉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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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来报到 我来报到啊 我来报到啊 你来啦 我是这个节目的编导罗淳熙 她是我的助理兼摄影马奔 呃 姓马 那个 三点选 那个 三个牛 牛奔 不 那个 马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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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多多关照 啊 请问一下 我的座位在哪里 哦 你 你这个 这个 你 你坐这 我来吧 我来吧 记得换药 嗯 对不起啊 那天 我太冲动了 我从来 都没见过你发那么大脾气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还会那么做 谢谢 妈 风有点大 我给你盖眼点啊 妈妈 你有没有想我啊 最近因为公司的事情多 所以我没能一直来看你 你别怪我啊 妈妈 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你经常愿意在 雨刚刚下的时候 带我出来 你说 你和爸爸是在这样 零零细雨天气认识的 所以每到雨天 我都想推你出来 妈妈 妈妈 你知道我有多希望你能好起来吗 只要你好了 我可以什么都不在乎 你就是我能够生存下去的动力 当你身体好了 健健康康的 我陪你出去转转 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每天都陪着你 好不好 我帮你按按按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呀 走了那么久都还没有到 就在前面了 我前两天做活动 找无料发现的 那儿的画特别好看 你一定会喜欢的 你看你看就在那儿 走 好 我还是觉得这幅画好看 我也觉得 还挺有感觉的 一会儿问问什么价格 琳达 嘉欣 真漂亮 我带朋友过来看画 嗨 这 这是良心吗 对不起 我太失忆了 你好 你好 我叫佟嘉欣 叫我嘉欣就好了 你好 我和我家人 都是你的超级粉丝 可爱看你的节目了 是吗 这几期你不在 我们可想你了 谢谢 你说现在的网友 都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跳楼的女嘉宾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居然把责任 都推到你身上 真是气死我了 现在的人呢 就是无聊 找个人发泄一下呗 说得也是 对了 这个画廊是我的 你看中哪幅画 别客气 告诉我 我给你打折 那这幅画是多少钱啊 这幅啊 你真是太有眼光了 可是不好意思啊 这幅画 刚被客人订走了 不过这个画师 最近会有一些新的作品 到我们店里来 到的时候 我再通知你 好啊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我刚做了一炉的松饼 要不要尝一下 好啊好啊 不用客气了 别客气 你来我很高兴的 来 这边请 走 方美啊 医生 你过来一下 好 怎么了 方美啊 你妈妈近期的情况 不是很好 几个治疗效果下来 都不是特别理想 医生 那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 你也知道 你妈妈的精神和身体情况 能坚持这么多年 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医生 您了解我的情况 您知道 我妈妈说我的全部 如果没有了妈妈 我的生活一点意义都没有 不要这么消极啊 这些年 你一直都很坚强 你的消极情绪 会直接影响到 你妈妈的心情 只要你好 相信你妈妈 自然也会好起来的 妈妈你冷不冷 对了 你看 我带什么来了 妈妈 我知道你承受了 那么痛苦的打击 可我不忍心看你 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 爸爸还在的时候 我们一家三口 是多么的幸福快乐 如果这是一场梦 我愿意永远不幸患 姚妹妹你怎么了 我的爸爸不见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陪你一起去找爸爸好不好 他们说 我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 再也不会回来了 只要你把你爸爸的照片 放在这里面 就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 真的吗 我妈妈告诉我 只要对这个项链许愿 就能实现 现在我告诉项链 你和你的爸爸一定要在一起 让你幸福 幸福 如果这个项链做不到的话 你就来告诉我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 是他哥哥送给了我这条项链 是他 让我可以把爸爸带在身上 每天都和我在一起 所以妈妈 不光是我 爸妈也会特别希望你能给我赶快好起来 虽然他不在 虽然他不在 可我相信 他会和我一样需要你 你拿着妈妈 我就知道 你会一直陪着我 因为你说过 爸爸没有离开过 他会一直看着我们 他会一直看着我们 一直在我们身边守护着我们 妈妈 你看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天 这样的一个季节 这样的季节 你和爸爸认识 是不是 你真的决定 放手让俊明去做西郊三号地的项目吗 哎呀 你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 决定的事情 八百头牛啊都拉不回来 还不随你啊 我是相信他的能力 可是西郊的这块地呀 不简单啊 哎 那要不 让我哥帮帮他 你哥哥这件事情 也担当不起 那怎么办啊 难道就看着他 把公司往火坑里推啊 也许该是时候 让他吃着苦头了 让他知道 作为集团的继承人 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是啊 他是你唯一的儿子 也是唯一的继承人 也是时候 该让他独当宁面 哎呀小婷啊 你就不要操心了 反正 只要有我一天 我一定不会让 拒阵国际倒下的 来来来来把这个画赶紧添上啊 来把这个稍微整齐一下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我们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 来来来把这个灯光调一下 对快啊 来啊抓紧时间 小菲 梁云姐 我的台本呢 哎呀 今天太着急了 就打了一份 要不 你跟夏小姐看一份呗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赶紧把这个翻过去 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看完了 马上开始了 各地各位 小菲快点 大家都收了 来赶紧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婚姻班主任 我是你们的婚姻班主任 夏蕊 我是梁欣 欢迎梁欣姐 回归我们的大家庭 从今天开始呢 婚姻班主任 将由我和梁欣姐 一起为大家主持 今天我们的嘉宾小芳呢 爱上了一个 背负拒债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 还因为这笔拒债 而丢了正式的工作 家人和朋友 都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 连这个男人自己 也不想拖累小芳 希望他找一个 更好的归宿 但是小芳呢 却放不下 所以他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寻求我们的帮助 让我们有请 小芳 这个夏蕊真是的 都不让梁欣讲话了 对呀 真讨厌 主持人好 爸 那天梁欣带我画廊来 大家好 我见到他本人 人挺nice的 又挺可爱 还很漂亮呢 真的 真的啊 那你有没有跟他说 我是他的超级粉丝啊 当然有了 我说咱们全家人 都可爱看他节目了 对呀 哎 下次啊 他到你店里去 你记得通知我 我跟他见见面 啊 不行啊 对对对 小芳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全世界都反对 这段感情的话 可能这段感情本身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不觉得我和男朋友 之间的感情有什么问题 阻止我们在一起的 是那笔巨债 而不是我们的感情 我想问一下 那笔巨债 到底有多重 五百万 五百万 十五百万 十五百万 人在年轻的时候 总是会被爱情 冲昏头脑 等到你们真的 在一起生活 那残酷的现实 就会摆在你们俩面前 到时候 你会感觉到 非常辛苦和疲倦 再想分开 那牵挂会更多 我觉得 长痛不如短痛 家人和朋友反对 不是没有道理 可是我爱他 既然你爱他 就该应该坚持下去 在这个世界上 有六十几亿人口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六十几亿的人口 男人占了一半 你放弃一个 还有几十亿的机会 你又何苦仅仅抓着一段 让所有人都痛苦的感情 不放手呢 哎 对了 你哥哥有没有去你的店啊 好像好一阵子没来了 你也说说你哥 有空的时候啊 回家来看看 嗯 算算算算 谁问他啊 看电视啊 来来看电视 你真的要放弃吗 之前的一切美好 真的可以一笑而过吗 今天你来到这个节目的初衷是什么 就是希望男朋友可以回心转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对他说吗 不要了 看来我们的小方已经决定放弃这段感情了 那让我们大家一起祝福他 能够遇到一个更好的人吧 你为什么要改变嘉宾的初衷 谁改变了 也许这就是人家内心深处的想法 再说了 如果节目从头到尾都一成不变 有什么可看的 你根本不知道董志跟小方他们之间 经历过什么 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就凭你几句话 随随便便地让他们结束这段感情 你这样做很不负责任你知道吗 呦 你还认识他们呀 那又怎么样 这是做节目 你别老是那么认真好不好 知道今天晚上的点击率是多少吗 比你一个人主持的时候可高了不少 这要不是因为我 能有这样的成绩吗 收视力高有什么用 你已经违背了这个节目的宗旨 你好 请问我看见宋芳了吗 没有啊 你好 看见宋芳了吗 没有啊 梁仙 怎么了 宋芳是我的大学同学 她说的背负巨诈的男朋友 也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之前就听我的朋友说 他们之间出了问题 没想到她会来上我的节目 总之呢 他们两个就不应该分开 这是别人的私事 你也管不了那么多 不要瞎操心 怎么会是别人的事呢 她既然来上我的节目 就是对我们的信任 我可不会向下人了 这位大小姐 脾气真酱啊 这位大小姐 脾气真酱啊 Ray 这是什么 性感的 是没有什么 对吗 我相信她 她只能别人 啊 有没有什么 骑到你 许多 你是这样的 我選你细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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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